这个男人是个职业简陋王 为了收集各种古玩 每天都疲于各种古玩市场之中 然而就在昨天 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大爷突然找上了他 声称家里有一个祖传之物 希望小哥能过去帮忙长下一眼 如果价格合适的话 大爷表示愿意卖给小哥 在看到大爷拿出的传家宝后 小哥顿时心头一颤 并默默用重金将其拿下 大爷的传家宝究竟是什么来头 点个关注 我们这就一起来看 在一个晴朗的午后 小哥打假的经历仿佛还在昨天 就再次来到了古玩市场 令人没有想到的是 古玩市场今天异常的冷清 无奈之下小哥默默回到家中 而就在此时 小哥收到了邻村大爷的盛情相邀 想着寻本讲究的就是缘分 于是小哥便驾驶着武林神车 哼哲哼哲的来到大爷家中 刚一进门 小哥热情的就给大爷递上了烟 看到小哥如此热情 大爷表示让小哥也点上 自己这就上楼 给小哥拿宝贝 就在大爷上楼的那会儿 小哥随意的看了一下周围的装饰 可以看到是 大爷肯定是个大户人家 就连吃饭的桌子 大爷一瞅 那也是有年份的 大爷拿出宝贝后 小哥小心翼翼的拿到了手中 之后在反复的观摩中 小哥一口断定 这块玉是和田子料 而且是清代的产物 和田子料 对和田子料 也是清代的老爷 根据这块玉的雕饰来看 这应该是一块腰间的配饰 看到十分合适后 小哥就询问大爷 多少钱要出 看到小哥也是一个好心人 大爷就给了一个 实乘价500块 对于小哥突如其来的台价 大爷显得一脸懵逼 之后大爷乐呵呵的说到 500你不要 2000你收下 你讲话还真是实在 看到大爷比较满意后 小哥默默拿出了2000元 并再次确认了一遍 在大爷确认无误后 小哥拿起了装饰的盒子 表示单看这个盒子 就非常有年代感 之后大爷非常高兴地 把这个盒子 送给了这个实诚的小哥 并不断夸赞小哥是个好人 对此小哥委婉地表示道 这样的祖传之物2000块是应得的 对 对是吧 无论不要年轻一四代 对于老板什么的 我压了压价 对于像您这么大年纪的 这种祖传的宝贝 可遇不可求啊 非常漂亮 不瞒您说老爷子 这种新的现在也不便宜 别说老爷子了 没有什么差之后 小哥表示 大爷如果还有什么想要卖的 可以随时跟他联系 在走出大门后小哥跟观众解释道 这时大爷在拿出宝物的那一刻 小哥就察觉到了不对劲 因为盒子是由红木打造而成 而上面的包浆足以说明年代感 再来说说这块玉坠 在宋代的时候 一些达官贵人就挂在腰间了 一般都是身份的象征 到目前为止 我们大概能追溯到八千多年前 而小哥手里的这块玉 是桃子形状的 桃子所代表的就是长寿 通俗来说君子如玉温润如玉 这种玉坠给人一种踏实的感觉 而对于玉也是有区分的 那么和田玉呢 分子料和山料 子料一般都是随形 就大体这个样子 稍多加工 一般山料的话都是大块的 再去加工 对于小哥获得这样一件宝贝 大家有什么看法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